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最終是基本面的老師何姬鼎 GD老師 台股頭也不回的繼續往下探 今天台股一度是大跌超過200點 指數又回測了一次季線 難道台股就要繼續往下跌了嗎 我告訴大家 止跌的訊號已經出現了 究竟什麼是止跌的訊號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內容喔 好 在開始之前一樣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的盤前盤中資訊 來盤前資訊的部分 其實今天我就有跟大家講了 最近是漲不上去了 本來我是看昨天美股是再創歷史新高的 結果今天台股沒想到 我本來是認為它應該只是會震盪 沒想到繼續震盪又走低了 那後續到底怎麼看呢 其實我早就已經預期了 今天台股是不會漲的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有給大家信心喊話有沒有 給大家信心喊話 所以我給大家盤前盤中資訊 除了重要的投資資訊之外 我還給大家一個心理層面的支撐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給大家寫什麼 台股沒有悲觀的理由 現在只是震盪的修正 堅持得住就會賺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堅持得住 已經到最後一里路了 你不要最後一里路再放棄 好那盤中的資訊呢 我也跟大家講 國際股市根本沒有異狀 倒窮期貨指數還是維持相對的高檔 壓過也普遍的收紅 台股呢基本面是好的 其實根本沒有走空的理由 不要任意做空啊 所以我又給大家一個心理建設 什麼心理建設 我說繼續忍耐吧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越是恐慌越是害怕 你越要堅持甚至有資金 還要趕進場買股 巴菲特不是都有說了嗎 別人恐慌我貪婪 每一次呢 大家都是在最樂觀的時候 才進場買進股票 不如就趁這一次 在大家都悲觀的時候 進場買進股票 半個月之後 保證你就會開始感謝我 好所以我給大家的盤前盤中資訊 都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我的 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組 如果你想用搜尋的方式 你可以打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就可以搜尋到我的Line官方網站 好我們的臉書的頻道 還有YouTube頻道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哦 YouTube的頻道呢 打開手機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之後 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講得不錯 記得要按個讚哦 盤前資訊我是放在 臉書的頻道 如果想加入的 現在就加入吧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美股還是在創新高 我知道 大家心裡現在都有一個很大的節 就是臺股會不會繼續的往下跌 我們可以發現到 美股不管是道瓊指數 標普500指數 震盪震盪之後 最後還是走高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道瓊指數的部分 最後是不是還是走高了 收盤收新高 如果你還懷疑這個走勢會繼續的話 我剛剛看到最新最新的 就是道瓊期貨指數還在開盤 已經正式再創一次 歷史新高了 既然美股都能創歷史新高了 台股有自己走空的理由嗎 沒有 除非台股呢 台灣呢出現本身系統性的風險 何謂系統性風險 比如說 台灣要加稅 沒有嗎 沒有啊 或者是疫情只有在台灣 有嗎 也沒有 所以在沒有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之下 台股基本面很好 到底怎麼樣基本面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國際股市都偏多 沒有理由台股會怎樣 自己再走空 大家真的不要太擔心 我們可以看到 標普500指數的部分 也是一樣 盤中再創歷史的新高 既然盤中能創歷史新高 就代表說整個盤市 還是偏多頭的 好我想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在哪裡 老師 加權股價指數啊 加權股價指數 到底會不會繼續往下跌 我想很多人都開始進場 做空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散戶啊 通常來講 都是在最悲觀的時候出場 在最樂觀的時候進場 如果說大家都跟散戶一樣 悲觀的時候呢 出場 樂觀的時候進場 我想啊 大家都會賠錢 如果你想賺錢 就要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與眾不同 我會與眾不同 現在下沙啊 反而是真的蠻不錯的好買點 當然如果說你手上呢 滿手股票怎麼辦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怎麼處理 好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台股會不會繼續往下跌 我們先從基本面來看一下 其實台灣的基本面是很好的 我們就一直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 台灣的7月出口是13連紅 13連紅了 激增34% 激增34% 而且我們從景氣燈號來看 景氣燈號是5連紅 景氣燈號5連紅 再看到疫情的部分 台灣疫情其實控制的相對不錯 現在美國單日確診幾例 超過10萬例 對啊 韓國確診呢 單日也超過2000例 我們台灣從來沒有超過2000例 現在呢 台灣的確診人數啊 已經慢慢控制到 個位數左右 現在今天好像12例還14例左右 那其實控制的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覺得是控制的非常好 既然台灣控制的很好的話 台灣的經濟呢會逐漸的恢復 因為會逐漸開啟嘛 我們很多設施都準備要開了 餐廳開放了 咖啡店開放了 游泳池開放了 很多很多都慢慢開放了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電子產業不會有停工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比如說像 菲律賓對不對 馬來西亞 這兩個國家還有越南 越南他們的疫情也是持續的向上 那台灣或者是全世界 有很多的半導體 或者電子零組件的工廠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的話 各位大家想一想看 這樣子的話台灣是不是有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轉單的機會 也就是說台灣疫情控制的很好 我們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的話 我們的工廠就正常運作 正常運作的話 我們的供給就正常 那其他國家有問題的 就有可能會轉單效應轉到台灣 所以台股後續基本面是好的 因為營收獲利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最近大家翻開報紙看一下 最近翻開報紙 很多公司的營收獲利 都是不斷向上創新高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股的基本面根本沒有問題 上市公司不斷的再創新高 我們再想一下 現在最近來講 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因素 什麼因素 美國說什麼 美國說他們要開始減債了 美國要減債是什麼意思 美國要減債就是減少放美元了 美元減少照物以稀為貴的原則 來跟大家分享 物以稀為貴 美國的美元減少了 美元在市場上減少了 相對來講 美元就變值錢了 美元變值錢了以後呢 美元的價格就開始向上漲了 美元價格向上漲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美元價格向上漲台幣是相對來講就要貶值 台幣就有可能會貶值 那貶值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大家想想看 下半年是什麼旺季 電子產業的旺季 電子產業即將到來了 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講 9月份10月份 蘋果要發表新品 12月份有什麼 有聖誕節的旺季 這些都是電子類股的一個 衝高營收獲利的一個好機會 我就說這基本面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下半年又剛好碰到什麼 電子產業的旺季 電子產業旺季之後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剛剛美元升值台幣貶值 有什麼關係 電子產業就像我之前講的 鴻海 鴻海幫蘋果代工 蘋果給鴻海的錢是美元還是台幣 是美元吧 那也就是說 鴻海拿到美元之後 如果這個時候台幣貶值 鴻海把美元換回來台幣 是不是可以換到更多的台幣 也就是說鴻海呢 賺的錢假設一樣 台幣貶值他都多賺錢了 也就是說下半年既是電子產業的旺季 台幣又走貶值的趨勢 我認為對整個電子類股來講 是利多 基本面的利多 所以我預期下半年 我們的電子類股 營收獲利都會不斷的再創新高 那基本面沒問題 現在問題在哪裡 就是一直在強調的 現在就是籌碼面的問題 籌碼面的問題 也就是說 籌碼面的問題到底什麼時候解決 為什麼會有籌碼面的問題 因為一堆人在漲的時候在追股票 這些人追股票追到的時候 現在都跌下來可能都不管是套牢啊 或者是覺得快要到你的成本啊對不對 或者是種種原因你覺得很擔心很害怕 你想要看別人出掉股票 你也跟得出 就別人出你也跟得出 你就出在最低點了 所以呢 股票是什麼 一個買賣市場 如果買盤大於賣盤 它就會向上漲 賣盤大於買盤 當然它就會向下跌 也就是說最近這一陣子啊 賣盤是大於買盤的 不管什麼利多 都沒有辦法激勵投資人進場去買股票 對 所以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才造成台股呢 一直的往下跌 那什麼時候會跌完 就是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全部都賣完了 他們都賣了 就沒有賣壓了 沒有賣壓之後 後續就向上漲的機率很高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今天有沒有看到 有點帶量囉 下沙帶量收藏下影線 來這邊也是 下沙帶量帶藏下影線 你看一下這一波是不是相對的低點 對不對 這一邊的買進 如果買指數相對的 ETF 買進這邊是不是都賺錢 這邊是不是就打一波反彈 這邊下跌之後呢 是不是又再一次的出量 帶藏下影線 所以呢這兩根都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散戶在出了 散戶受不了了 今天很多散戶都在出股票 為什麼 因為害怕嘛 就覺得台股要繼續跌跌跌跌 跌不停的跌 但如果我們再看到期貨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期貨的部分會更明顯 我們看今天的期貨的部分 已經明顯的帶大量囉 這一根是不是 這一根的量呢 是不是比起過去幾天的反彈 都來的更高 也就是說期貨啊 有很多人啊都開始停損 或者甚至是加碼做空了 這個時候籌碼就相對來講是乾淨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最新的期貨指數已經開始幹嘛 收紅了 收紅了 而且搭配什麼 美股也開始收紅了 再創新高了 所以我認為啊 今天的下跌啊 代表說什麼 散戶開始出場了 散戶出場有誰進場了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其實不要看 最近其實外資啊 是持續的在買的 我們的外資的部分 來 外資的部分今天是跌的哦 從過去的經驗來講啊 只要台股跌啊 外資都是賣的 都是賣超 台股漲 外資才有會買超的可能性 今天台股是漲還是跌 是跌耶 外資竟然會站在哪一方 站在買方 站在買方啊 這邊有沒有看到 外資站買方 那誰站賣方呢 今天是誰賣出去的 今天報這麼大的量 一定是有人賣出去才會報大量啊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融資的餘額開始減少了哦 融資的餘額開始減少 外資在進場買進 所以呢 這證明了一件事情什麼事情 我們這一波啊 今天的台股的下沙是誰 是散戶出大戶進 外資進 從過去的經驗來講 各位觀眾朋友 你覺得散戶贏錢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外資大戶贏錢的機率比較高 答案很明確嘛 大家一定都會認為 是外資贏錢的機率比較高嘛 也就是說 現在外資都開始佔買方了 你認為你要佔賣方嗎 你現在佔賣方可能會出在最低點 不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的經驗 我們可以看一下哦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我們先看5月初那波大跌好了 5月初這一波大跌 有沒有看到 5月初這一波大跌 是不是連續爆量下沙 之後沒量沒量之後 就一路的向上攻高 一路向上攻高 一路向上攻高 有沒有看到 還看不清楚嗎 這邊是不是有帶大量 帶大量 比起之前的量來講 是不是有很明顯的大量下沙 也就是說帶量下沙完 散戶就是出場了 散戶出場的時候賣壓結束了 沒有賣壓股票就很容易向上漲 那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又養了一批散戶在裡面 所以養了一批散戶在裡面 這邊下跌之後呢 散戶們就開始很擔心很害怕 像熱鍋上的螞蟻 趕快出場趕快出場 趕快出場 每一個人都出場賣壓就結束了 今天就會爆量 今天爆量是散戶出外資進 法人進 所以呢這一波的出場是散戶帶出來出場 散戶出場之後呢 籌碼就開始穩定了 籌碼已經開始要穩定了 如果你還不相信這個指標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的路股也是跌很深 路股跌很深 我上一波就跟大家講了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不是跌很深 有沒有看到明顯的帶大量 這個量能 最近這兩根大跌的量能 這兩根三根的量能是不是比起之前的量來講是大很多 這邊喔 這邊是不是量能是比起之前大很多 也代表什麼意思 大陸那邊散戶出場 散戶出場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散戶出場之後就開始往上囉 一路開始往上拉囉 一路往上拉拉拉拉拉不停啊 有沒有又開始帶量出場了 而且呢我們如果看到深圳指數的話 這邊一樣喔 爆量下殺之後 有沒有看到 殺完了 散戶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每一個人都賣掉了 就開始向上拉拉到現在呢 甚至是準備要幹嘛 再創新高了 再創新高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量能是不是代表散戶 每一次都是這樣 每一次都是這樣 所以今天呢 你很恐慌 大家都很恐慌 每一個人都賣掉持股 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他也賣了 盤勢啊 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的低點了 我認為這幾天啊 震盪震盪啊 應該就有機會往上攻高了 尤其是台股的基本面好 我剛剛講過很多 出口十三連紅 景氣燈號 連五紅 連五紅 對不對 國際股市 又都是偏多的 上市歸公司獲利都是不斷創新高 那為什麼台股會跌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籌碼 籌碼呢就是該出的都出了 不該出的也出了 他就會漲回來了 好所以我覺得台股的底部 已經進了 真的不要太害怕 過去太多經驗了 都是這樣 而且呢 屢試不爽 我今天啊 又有朋友啊 他就問我說 今天下差啊 有沒有什麼股票 可以買 我就直接跟他講了一檔 絕對 只要指數上漲 他就會漲的股票 好 講了以後呢 最後他有沒有買 我告訴你他沒有買 他跟我講什麼 他說這一片啊 都是跌 最近都在跌 他想等到只跌了 不跌了 再來買 我告訴各位啊 通常這種人都不會賺錢 為什麼 因為你跌的時候不敢買 漲的時候你又在追 對不對 跌的時候不敢買 漲的時候你又追 追 又追到最高 跌下來你又害怕 出場 是不是一而再三而三 都是這樣子的演出 散戶的故事沒有別的 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想要賺錢 你就要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在買的時候呢 你要賣 別人在賣的時候呢 你不要怕 如果你認清楚基本面 你就不要怕 好不好 不要怕你堅持下去 最後的贏家就是你 就好像我們每天早上 跟大家講的一樣 我說越是恐慌 越是擔心 越是不要賣 巴菲特怎麼賺錢的 別人恐慌 怎樣 我貪婪啊 別人越是恐慌 你越是害怕 你越不要賣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 如果有一檔股票 基本面很好 如果你發現它一直往下跌 你自己都覺得很害怕 你越是害怕 你越不要賣 你要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的人 才會成為贏家 所以我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害怕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真的害怕 今天出掉了 我認為你真的是會出到相對的最低點 散戶開始賣股票了 大戶進場了 那我們再看到全資股的部分 全資股有沒有跌 沒跌啊 台積電有沒有跌 雖然說它不漲 但是它也沒跌嘛 對不對 好再來呢 紅海的部分 紅海大跌啊 紅海這邊大跌你會害怕 你又害怕了 你這邊又出場了 結果你這邊出場又可能出在哪裡了 最低點 屢是不爽 有沒有 你是不是昨天紅海出了 有嗎 你出了今天是不是又有點 今天是不是收紅了 今天收紅明天會不會收更紅 對不對 有的時候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舉了好多的例子 我都要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技術面 有些時候是騙人的 堅持基本面 堅持基本面 你抱下去 因為贏家就是你 不要不相信 好不好 輝瑞 為什麼那麼跳痛跳到輝瑞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底的時候 我那時候 新冠肺炎已經開始一年了 那時候我也在社大教書 我就介紹了這一檔輝瑞 因為我知道那時候 美元一直越來越低 很多投資朋友都有買美元 所以我那時候跟我的學生講 我說 輝瑞 他最有可能成為 第一個上市的新冠肺炎疫苗 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還沒有疫苗 結果真的輝瑞就成為 那時候的疫苗 結果輝瑞成為疫苗之後呢 有沒有漲 有啊 有漲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個時候啊 在這邊 我記得是12月底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邊12月底 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家在這邊 12月底的時候大概在這邊 這邊大概33、34塊左右 33、34塊左右 公布了 輝瑞成為第一個疫苗的時候呢 果然當天 跳空大漲漲到 40塊 33塊 33塊直接賺10%以上 40塊 對不對 然後說好多同學好開心喔 結果跌下來了 大家都開始就是怨恨 怨恨啊 一直恨啊 就說啊怎麼少賺到 問題是有些時候股票的波動啊 沒有人能抓到永遠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所以呢如果你堅持基本面堅持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會怎麼樣 你這邊堅持下去 是不是又再漲一次了 再漲回來一次了 這時候呢 假設你想觀望一下 沒出 結果你沒出之後呢 我有很多同學又繼續卡在這邊 卡在這邊 有沒有 卡在這邊 卡在這邊都沒出 然後跌下來之後呢 又變成什麼 本來報勞的 變成沒賺 沒賺之後呢 他還繼續跌喔 繼續跌喔 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輝瑞的疫苗就是BNT 現在是不是上市上算是最有效的兩支之一 那你說基本面好不好 基本面絕對好的 輝瑞呢 每年配息4% 4% 跟現在台股的上市規公司來講 也是好很多 對不對 好所以這邊呢 一直跌一直跌 他就一直跌下去喔 跌到這邊可能很多人都開始受費好了 爆量又開始跌了 爆量出跌了就代表什麼 閃戶開始在幹嘛 閃戶開始在躁動 閃戶抱不住了 閃戶出了 籌碼整理乾淨了 就開始怎麼樣 你看一路的往上漲漲漲漲 從最低32塊 一路漲到40塊又漲回來了 有沒有看到又漲回來了 又漲回來的時候呢 我有很多同學又很開心啊 很開心 他問我說老師要不要出 要不要出 不出 不出 因為 輝瑞的基本面還是很好嘛 我們不要賺小錢 要賺就一次賺大了 好 所以這邊不出不出 有些同學就自己跑掉了 尤其是在這兩根真的是 很多同學都自己跑掉了 這幾根 有沒有可以看一下 這兩根呢是有多難報 這兩根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的部分呢 這兩根有沒有看到 這兩根有長上引線 很多人就覺得沒救了 沒救這邊出掉了 出掉之後 你看你出掉之後 他就一路頭也不回了 向上大漲 有沒有 你出掉他就頭也不回了 向上大漲大漲大漲 漲到最高現在已經多少錢了 漲到現在已經48.5 33到48.5 35% 35% 他這中間還每年給你4%的利息 每季給你4% 年化報酬率的利息 這就是堅持基本面 最後成為贏蝦的另外一個例子 所以我一直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說要堅持基本面 堅持基本面 抱著抱著他就上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你看輝瑞現在大漲 大漲大漲啊 你有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堅持不住 就算你有你也堅持不住 這就是心裡面的問題 好心裡面的問題 這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所以堅持基本面 絕對是對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最近 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什麼 航運類股 航運類股我一直跟大家講 基本面真的沒有問題 從現在看起來有沒有 疫情還在繼續 航運類股 航運的航價 運價 還是維持在高點 運價維持在高點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啊 陽明 長榮 萬海 現在呢 他們的營收獲利都賺翻了 那營收獲利賺翻呢 股價有沒有漲 沒漲 為什麼 這就是另外一個籌碼面的問題 要等待 該賣的都賣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籌碼整理乾淨之後 他才有機會向上 所以一樣預期啊 長榮 陽明 萬海 長榮 陽明 萬海 我不是看隨他 我認為呢 現在就是在籌碼整理 如果你有他 我覺得呢 你也找不到其他標的 你不知道怎麼換 就不要亂做 但是你知道怎麼換 你要怎樣比較快換回來 你可以找我 直接跟我們聯絡 好不好 好 所以長榮 陽明 萬海 一直以來就是 不斷的就像我講的一樣 乖乖的在我跟大家講的盤整區間 有些老師會帶你說 啊來進場 就進場 買來買去還不是在這邊 有需要那麼早買嗎 不需要嘛 對不對 萬海的部分一樣 在這個區間裡頭做震盪 大概是200到250 所以 長榮 陽明 萬海 還是在一個區間震盪盤裡頭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堅持基本面 基本面好的股票 就是暴老 現在的問題都是籌碼面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類股族群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有 就是面板類股 其實面板類股 報價並沒有跌得很多 還是維持在相對高檔 那現在股價跌成這樣 長不起來為什麼 籌碼面的問題 來籌碼面的問題的話 這邊有沒有爆量 這邊爆量 這邊爆量之後呢 其實啊 底部應該差不多就近了 如果這幾天震盪震盪 台股在跌 最近也沒在跌了 震盪如果不跌 甚至是另外一個好的時機進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群創友達 一樣在這個區間裡頭 做震盪跑也沒跑掉啊 而且有爆量 爆量就代表什麼意思 閃戶出了 閃戶受不了反彈趕快出掉了 反彈出掉後續 如果基本鏈維持得很好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新的好的買點 財經也是一樣 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嘛 好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講 之前跟大家講 今天有一個消息就是 美國嘛 美國不是基礎建設過了 美國基礎建設過了以後呢 其實啊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虐價 虐價會影響不鏽鋼 不鏽鋼的報價 會隨著虐價不斷向上漲 而跟著向上漲 那營收獲利就有西位直續的創新高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觀察的話 可以看一下 鋼鐵類股族群有 中鋼 大成鋼 榮鋼 運倉 跟運強 這幾兩類股呢 我們可以看到 中鋼其實表現得相對強勢喔 這邊帶量出漲之後呢 準備要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之後呢 這兩天 台股是跌的 台股跌呢 我們可以看到中鋼 雖然說收黑 但是緩步緩步還是向上正在墊高 大成鋼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漲 榮鋼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漲 運倉也是一樣 所以這幾檔類股族群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基本面都非常好 毛利率 營業率 稅後存利率都不斷的向上 有沒有 所以這檔股票 值得大家去注意 但是現在可以先觀察就好 我只是提點大家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類股族群 先 如果你找不到其他股票 你不知道買什麼 不要亂做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一檔股票 就是佳合萬事行 你會發現 我送這檔股票很boring 很無聊 震盪 為什麼我送這種股票 我就是要給大家有沒有 讓你用的 怎麼用 但是你知道你這一檔股票 真的是不行了 不能再留了 你又不知道要換到哪裡去 你就可以換到這一檔 它可以慢慢慢慢的漲回來 基本面很好 今天呢 台股是漲還是跌 跌 你有沒有看到有什麼漲跌 幾乎可以說是不漲不跌 對不對 等到下一波台股漲回來之後 它就順勢就漲上去了 好 所以呢 想知道我們的相關訊息了 趕快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Tail管群組 你想用搜尋的方式 你可以打小老鼠GD1788 加入我的LINE 還有呢 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臉書頻道 也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QR Code 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覺得我們講的不錯 記得要按訂閱 當然我們的盤錢資訊是放在臉書 好 所以你想知道我們的盤錢資訊 趕快現在就打開手機相機 掃瞄這個QR Code吧 好 最近有一個類股族群 真的是非常強 是我一直幫大家追蹤的什麼 封測族群 封測族群 封測族群呢 今天還是全部都維持在相對高漲 不是叫大家說現在馬上進場買進 但是呢 這類股族群真的很強 台股跌 日月光維持高漲 有沒有 新權維持高漲 幾乎可以說是不跌 細格也維持高漲 幾乎可以說是不跌 等到這一波的台股呢 差不多 籌碼整理乾淨了以後 很有可能會 繼續向上漲 我們也在找一個機會 準備要進場 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我有可能會進場 買超風跟細格 但是我現在都還沒有買 好不好 之前跟大家講的 林森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漲 有爆量出貨 爆量出貨 就代表說散戶出了 散戶出了以後 籌碼慢慢整理乾淨 封測整個族群都很強 林森也不會太差 好我們可以看到 封測族群呢 營收持續的向上 毛利率 營業率 都不斷的向上 墊高 所以這個族群呢 就是這麼的強 最近只是受到 整個加權股價指數的影響 造成它漲不上去 等到呢 大盤系統性風險 結束了以後 很有機會 蓄創新高 再跟大家講一次 堅持基本面 贏家就是你 我們之前講的例子 剛剛有沒有講什麼 輝瑞 輝瑞是不是一路就向上漲了 堅持基本面就向上漲了 再來講強茂 基本面也是很好 有沒有 從這邊60塊跌到38 39塊 你是不是又停損了 不好意思你停損它就漲上去了 從什麼38 39 漲到100多塊 對不對 你這邊不就是白出 白白的出了 白出越是恐慌 越是好買點 再來系格的部分 系格從55塊跌到41塊 你是不是又可能會出掉了 很多人可能會出掉 結果你出呢 又出在相對的低點 結果它就一路向上噴噴噴噴噴 對不對 有可能呢 你漲到這邊 回到你的成本 你趕快出場 你覺得阿娘唯唷 還好有出場 結果你一出場 就是你 每次故事都是這樣演的 有沒有 你一出場 它就開始持續的向上漲 去年我們以前講的也是 從300多塊跌到100多塊 你覺得要死了 停損了 結果你停損了 大家都停損了 它就一路向上漲 漲到最高600塊 是不是故事都是這樣演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不同的股票 要不同的階段的操作策略 比如說最近 台股走勢是強還是弱 你這時候硬要去追漲停板 我告訴你 你只會 徒勞無功 徒勞無功 你硬做做不出來的啦 做不出績笑的 這個時候 你要做比較慢的 比較穩定的 比較一定會漲的股票 先做 比如說你有套勞的問題 你有股票不知道怎麼換的問題 你現在有資金 趁悲觀的時候 想要進場的問題呢 全部都投資在同一檔 就是這一檔 好不好 這一檔 絕對不敗的王牌 我從四二大 教書以來 從來沒有輸過的王牌 雖然說呢 它漲的不會 幾根漲停板 瞬間這樣漲上去 但是怎樣 上一波 在最悲觀買進的時候 現在已經賺7%了 上上一波 在最悲觀買進的時候 已經賺了25%左右了 就是這麼會賺 好不好 穩穩的幫你賺 如果說你手上有套勞的問題 有懸股的問題 有不知道買什麼問題 全部這一檔 一次幫你搞定 等到怎麼樣 等到指數開始又再走多 走強多多的時候呢 這一檔股票 你就可以把它換掉換成 每天會漲停板的股票 不同的時期 不同的操作策略 你現在硬去做 只會徒勞無功 想要跟我們一起操作這一檔 你有套勞的問題 有找不到股票的問題 全部都可以 一檔幫你解決 想要一起操作 可以現在就加入我們 打電話 0800668085 或者是直接透過LINE來跟我聯繫 直接掃描手機相機 這個QR Code 或者是你用關鍵字的方式 搜尋小老鼠GD1788 就可以找到我的官方網站 這一檔不敗的王台 非常適合有套勞的問題的朋友 現在進場 這一波就可以把你套勞的錢 一次幫你慢慢賺回來 好 今天的節目 我們到此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